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凍傷 葉子就突然的黃掉 那多多少少都會有 這裡就只有它凍傷 而且就只有表面這一層凍傷 應該跟它個體有關係 這一顆可能它的本來 個體就比較怕冷 其他的都沒有出現任何的狀況 旁邊都是完全一點事情 都沒有的Sylalia 這只有這一顆出問題 所以有可能是 它就是怕冷 這一顆就不用講,這個是偏萬代類的 凍傷是很正常的 爆紋類的 所以它就是它凍傷了 凍傷怎麼辦呢 就只能等它復原 盡量就是因為它這個葉子會掉 這個葉子會掉 等它掉完以後有時候只會剩下根 那你可能就要重新種 重新養 但是我這一顆只有表層這一顆凍傷 其他下面的好像是正常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難講的一件事 特別是前陣子寒流 非常非常的冷 當然最近其實它的溫度有回升 不過你看今天又有冷氣團下來 所以整體的環境還是比較冷一些些的 那偶爾會有某些個體 某些個體特別的怕冷 那你看下面這個都沒有事情 下面這個都沒有事情 這也沒事情 那這也沒事情 幾乎沒有什麼事情 那就只有它 這個就是生物多樣性 你只能說它就是生物多樣性 有些個體就是比較怕冷 那有些個體就是還好 你看這邊都沒有事 整片都沒有事 整片都怪怪的都沒事 那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實在裡而言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個體 是會怕冷的個體 那基本上呢 這種怕冷的個體就 你可能到時候 知道它怕冷以後 明年你在處理它的時候 可能就要放在更 可能要拿到室內來頭 裡頭來的 因為它呢 其實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 它的葉子真的是比較漂亮 那問題它就怕冷 因為我不知道它那麼怕冷 只有它 因為其他的個體都沒有事 都沒有事 都沒有發生任何的事情 反正這一顆呢 比較像鐮刀型這一顆呢 經過了寒流以後 兩個葉子就掉了 這其實已經是第二個葉子 它已經掉 這個要掉就第二個葉子 你看這樣就掉下來了 因為它的肌部 其實你看沒有看到任何的病針 那它就是整個從肌部裡頭 整個凍傷 然後整個掉了 你看這個 基本上沒有什麼病針 你看這個 這個有沒有它 規則的斑紋型 這個很多都是凍傷的關係 那這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 明年如果遇到寒流的時候 把它收進來 把它收進來 這個是它表示它非常的怕冷 然後 個體的因素 很多 很多有些原因是個體的因素 因為 有些個體就是 跟人一樣嘛 有些人 有些人會怕冷 有些人不會怕冷 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那 畢竟不是得病 如果你是得病的話 你會很明顯它 這邊會有病針 會有黑掉 那很明顯它就是沒有 就是凍傷 凍傷 那多多少少少會有 如果在寒流的季節 多多少少會遇到這個狀況 那 很 當然有些可以輔助型的東西 就是什麼 給它抗凍劑 給它一些 那些 那些 增厚的啊 像什麼高齡甲啦 或者是給它一些 鈣美肥啦 那 這一顆呢 到明年如果再有寒流來 我就會把它收到室內的 就是 表示它對於 室外這種 接近十度以下的環境 它真的是受不了 那 只有它 只有它 所以呢 個體上的因素 所以在看它的 每個個體 畢竟是不太一樣 那 這一片葉子 希望就不要再掉了 不要再掉了再掉了 以後它就會變得非常的虛弱 因為它的 整個葉子就會掉光光了 不過下面兩個的 因為它這個是連珠 下面兩個個體是還好 下面還好 那當然今年我會比較配它 趕快把它的種子 養出來以後呢 去做後代 不然這一顆 畢竟相對而言 相對其他顆而言 我覺得它比較虛弱一點點 它的狀況一直都沒有非常的優良 表示它的 基因啊 或者是個體啊 都相對而言比較弱一些些 那 但是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跟它的那個 個體 但是 相對的你看 今年就被凍傷了 今年就被凍傷了 那這也沒辦法的事情 那但是 經過了這一次寒流 你就會知道 你手上的蘭花 有一些 是真的怕能的 真的怕能的 所以 在照顧上可能要 額外的用心 額外用心 好大概是這樣子喔 感謝大家收看 多喜歡我們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